就是那些邪恶找到外公外婆家 然后说要找到我在哪里 然后等于就是 就想监视我的行踪 然后同时施加给外公外婆压力 正在美国读高中的陈法源 今年16岁 他在长沙的父母陈阳和曹志敏在内的 20多位法轮功学员 在去年10月27号遭到中共当局入室绑架 被非法关押与外界失联 其实我担心就是我父母现在的各个方面 因为我怕他们受到那个酷刑折磨 我不希望他们就是被恶警 就是用那些什么方式向我父母洗脑 然后让我父母放弃修炼 因为他们是因为就是修炼大法之后 身体才好起来的 陈法源的父亲曾患有遗传性哮喘 体弱多病 母亲则是有亲光眼 但他的父母在走入法轮功的修炼后 很快摆脱了疾病的折磨 一家人快乐地按着真善忍的原则待人处事 就是我翻那个抽屉的时候 我就可以看到每年单位都会给他发 就仰撞什么的 就是说明他是个很好的人 外公外婆也是都是很高兴 我就是父母他们的变化 就是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就不要再就是操很多心了 法轮功自1992年5月由李洪志大师在中国红传 至今传遍全球 著作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 截止1999年初 在中国大陆约有一亿人学练法轮功 但是在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指挥下 1999年7月起 中共展开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打压 让无数的家庭支离破碎 据明慧网数据 截止2020年 已知并确认身份的就有4638名法轮功修炼者 被迫害致死 目前陈法源的父亲陈阳和曹志明仍咬无音讯 80多岁的祖父母无依无靠 还受到中共的恐吓 虽然这些都令陈法源感到心碎 但他仍希望在中共体制内的人能了解真相 尽快释放他的父母 为什么只有在中国那些政府才说法轮功是坏的呢 如果他们能翻墙的话 他们就会看到更多的真实的讯息 新台人记者雨婷 奥利福 纽约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